开始 耶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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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是爬上爬下的短跑区域竞赛 还是寻宝区或是S型障碍赛 四足与活泼好动的毛小孩一起玩得不亦乐乎 这里是周梅里狗活动区 位于内湖区陈美右岸河滨公园 占地近千坪 除了有安全围里外 还设有斜坡木平台 轮胎隧道 拱形小桥等设施 想让狗狗们在这里尽情奔跑玩耍好好放电 狗运动公园 狗活动区来讲 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包括练功型 还有包括所谓的放电型 以及亲子同乐型 那其实各位可以发现 我们今天这个场地有3168平方公尺 非常大的一个空间 那如果说哇 看周遭这个设施来讲 包括所谓的这个斜坡的木平台 包括所谓的有这个轮胎的隧道 还有拱形的小桥等等 还有T型的栈道 提供这样一个场地 那让我们的毛小孩 可以在这边可以致意的 这个奔放奔实 都不需要狗链在这个 专属于狗狗的一个区域 新的六沟场吸引了许多市主 带着家中的毛宝贝前来体验 直呼很有趣 积极争取宠物活动空间的当地周美里里长秋莉林 也带着家中毛小孩参加 很开心全台北市最大的宠物公园就设置在内湖 希望呢我们借由我们右岸河滨公园 这个场地呢提供我们全台北市 还有我们新北市 还有离我们很近的戏子区的好朋友们 能够让我们的宠物有一个游戏的地方 未来呢我们也会努力 来开展一些活动 包括大狗啊小狗啊 还有打疫苗 还有就是动物行为的这个课程 让我们这个狗公园能够越来越热闹 大家越喜欢来我们右岸河滨公园 使用我们这样子这么棒的场地 其实我们很多邻居们每天都来帮我监工 你们知道吗 他们每天都赖我说 今天进度到了哪里 哪里要怎么样 哪里的草皮还不够 所以呢我看这是表示大家喜欢这个地方 台北市东宝处方面呼吁市主可以多搭乘捷运 或友善狗狗专车前往园区 未来也将持续规划各类宠物活动 让市主与毛小孩体验丰富多元的狗狗运动公园及活动区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